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21号开始见顶之后呢 那这段时间其实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小幅的这样的一个回落之中 那么今天呢也是不例外 那不过是尾盘的时候确实是看到受到一带一路和新疆板块的表现呢 三大指数都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拉涨的过程 那么简单也来看一下了 今天早盘的时候三大指数是开盘不一的 那么我们看到上阵指数和创业板方面是有一个小幅低开 那么绅士方面呢就是小幅高开 但是基本上全天的走势是保持了相对比较一致的水平 也就是在午前呢保持这样的一个窄幅震荡的过程 那么在临近尾盘的时候呢 就是受到刚才说一带一路和新疆板块 这样两大板块的一个主题的冲高 那么户指方面也是一度重新夺回了昨天失守的一个时日线 那么在收盘前的半个小时有一定的反弹 所以说其实从盘面上来看呢 今天整体的一个效应并不算太差 那么截止收盘的时候 护生长是合共成交量是4192.1亿元 那么创业板方面是653亿元 这个水平也不能说是非常好 那么基本上看到也是再度回落到4000亿元这样一个水平了 那其实盘面上做多的意愿呢并不是非常强 可能也是经过前期这样连续三天的调整之后呢 大事多是处在一个观望状态中比较多 那么简单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情况了 板块方面今天基本上还是以顺丰控股为主的物流的板块的天下 那么物流板块今天就是继续连续领涨了 那么也主要是再度受到顺丰控股的一个拉动作用了 那顺丰控股今天呢也是四连板的 本身它的王位的身价也是直逼中国首付了 那么我们后续顺丰控股的一个情况如何 大家也是可以去继续进行关注 那么看到快递股就在这样的一个大好势头之下呢 整体有一个炒作起来的一个势头 那么今天盘面上来看菲利达和元通速利涨停 另外升通还有运达股份 还有天顺股份的倒是有一个超过5%的涨幅的 那我们其实看顺丰这只个股呢 其实它目前来看呢 确实是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净利润 同时它的一个服务也好 或者是整体的一个渠道也好呢 确实是比三通一达有优势很多 那但是也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 我们确实看到顺丰控股这块 它前期定向增发的一些股票分数是比较多的 那么其实就今天就最近两天来看到 你要去撬动这样 就是撬动这样的一个涨停板 其实只是需要十几亿的资金就够了 那流动这一块的因素是非常之小的 所以说顺丰究竟能够到底是能走多远 它是否能够维持在这样一个2000多亿元市值的水平呢 那我们认为这一个部分也是需要去后续去关注的 那么大家也是需要可以相对谨慎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银行股 今天的表现也是整体比较不错的 今天无锡银行呢 是带动了整个银行股的板块 有一个明显上涨的趋势 无锡银行本身就是出现了拉伸的上涨涨停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前期跟大家提到过的 一些小型的一些地方性银行 包括长熟银行 无疆银行 恒州银行和专家港行 都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涨幅 那么次期银行股看到在前期低迷了一段时间以后 今天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 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帮助护纸方面 有一个冲高向上的过程了 那么另外方面就主要是造纸行业 今天也是相对不错 那么也是主要受益于供给侧 改革指甲不断上涨这样的一个变化 其他的一些板块呢 今天整体来看并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明显效应 甚至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 其他的一个做多的意愿和一个涨幅都并不是非常强 整体来说大盘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 谨慎观望和调整的一个阶段 那从技术面上也来跟大家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走势 那技术面上来看呢非常明显的 我们可以从一个前几个月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视角来看呢 其实市场现在普遍在猜测说 会不会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双头确认 那就是差不多从这个时间开始呢 我们到去年11月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之后 也是在今年的一个2月底的时候 形成一个相对的高峰 那是否说就是形成一个双头的位置的 能够会导致大盘进一步回落呢 我个人到目前来看认为这个结论下的其实没有必要太早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在包括今天其实大盘的情形也并不是非常之差 而且呢如果你说两会快交开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系列的一些概念股 包括一带一路也好 包括国企改革 央企改革 环保股等等 它其实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二级市场的一些受益板块 能够带动大盘去再动进行一个逆动上涨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稍作观望 那么未来的走势可能会出现两个情况 那一方面呢有可能就是会在回弹 就是最近有一个小幅回弹之后呢 那真的是形成一个确认 一个底部 相对的一个顶部确认 然后下行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有可能在两会期间能够突破这样的一个顶部进一步上行 所以我们也认为建议大家可以把2月21号前期的这一段的一个线呢 去作为这样的一个参照线 看它是否能够在这一个点位上形成这样的一个顶部确认 如果说能够再冲破这个确认呢 冲破这个顶位呢 我们认为它还是有进一步上涨空间的 那中线来看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的 但如果说这一个点位迟迟突破的话 而是在下部盘旋一个叫着去窄幅震荡的话呢 那就有可能会存在一个盘久递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在近期呢 形势并不是非常明朗的时候 再进行一个多加的跟进追踪 再去下最后的结论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去年呢 其实是这个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 都是涨幅比较大的这样一年 那么主要也是受益于供给侧改革的这样一个影响 不过还有一类的金属啊 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供应量呢 都是非常的有限 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是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一类状况了 但是呢 在今年年初依然是呈现了价格暴涨的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其中呢 股呢 就是比较典型的一类 近期呢 金属股的价格呢 是持续大涨 引发了市场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关注 那么近三个月以来呢 股的这样一个交易价格 累积涨幅已经是超过了60% 相当的惊人 那么薛小姐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非常紧张的局面 那么围绕着这样一个金属元素股的这样一个涨价的主题啊 你有什么投资建议是可以给到大家的呢 呃 说这个金属的话呢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并不是非常熟悉 确实是孤金属也好 或者是之前的一个木也好 那么他们其实是在有色金属中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类型 但是其实最近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些小众小众的金属呢 他们所呃存在的整个 他们所整个导致一个有色金属的一个上涨空间还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尤其是固金属这一块 基本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从年初到现在呢 他的一个价格波动也是大概是增加了百分之几十的幅度了 那么为什么会说其实有色金属这些小众金属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呢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孤金属这个金属本身他所存在的一些特点 那么主要呢是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首先一个我们知道他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产量弹性并不是非常高的一个金属 怎么说呢 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今年年初之后呢 整体对于古金属的一个市场需求是放大的 但是这一类产量弹性相对比较小的金属呢 他的一个产量并不会随着你市场需求的增大而进一步走高 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整体的客观因素决定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金属 那么主要产地是来自于非洲钢果 那么钢果基本上他的一个呃 物矿的一个储量呢 是全球最丰富的国家 大概有340万吨左右 而中国方面呢 仅仅是有8万吨左右占到了全球储量的一个1.1% 那么这样的一个小的比例 其实就使得看到我们国内每年去进口钢果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也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国内一旦说我这个相对来说 我的股的那个供给并不是非常高的时候呢 他仅仅是有在国内来说主要产的只有三家企业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的一个垄断性和一个行业的话语权就相对比较强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股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说他有可能是会导致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垄断效应比较高 那么他的一个定价的话语权呢 就相对比较强 那这是关于股业的一个三个特点 那么结合这三个特点呢 我们来分析为什么股价最近有这么明显的一个上涨 那么我们还是说大宗商品 其实之前和大家说到过分析大宗商品呢 主要是从供需这样的两个层面来看 首先供给层面 我们知道去年刚果其实是 他是刚才提到过是最大的一个股的产量国 但是在去年确实是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就导致他的一个供应方面呢 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损害 那么年初呢相对来说我们知道刚果是受到了一个政治局势的影响 同时还有雇佣同工的这样一系列分波 就导致刚果方面他的一个估的产量是下降了7%左右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2016年整全年就使得中国从刚果进口估的一个产额 进口估的一个金矿的一个值呢 也是同比下降了将近40%41.27 这个数字还是相对非常高的 所以说中国从进口估的方面呢 确实是他的一个有一个明显的回落之后 本身我国内自己的一个供应量又是有限的 那么从供给方面来看 确实就是说整体的一个供给不足的情况 而需求方面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推动因素 是我们知道2016年底的时候呢 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最新补贴是刚刚发布出来 那么关于这个最新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呢 就提到过要加大电池的一个能量密度 同时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一个量化水平 那么加大电池能量密度呢 我们知道其实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 要求你的这个锂电池里去加入供这种因素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角度上 大家为了获得更多的补贴呢 基本上是对于供的这个需求 一下子是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提高 所以呢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的 这样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笔 因为本身股的一个主要作用 它就是制造锂电池嘛 那么这个需求效应一下拉起来之后 供应本身又跟不上 那么这样两个因素来看呢 现在供的一个整体的缺口就比较大了 那么再加上其实无论它是全球也好 还是全国也好 本身这样的一个需求缺口就一直存在 那么这样的一个因素呢 那市场也是普遍预期 未来在017年也好 18年也好呢 还是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本身储量不多 供给有限 那么需求方面还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空间 所以综合一些以上的因素呢 我们认为固金属的一个价格 在未来还是会有进一步上涨的趋势 那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去关注 我们看到国内主要是有三家生产商 那么是华友孤业 格林美和金川集团 那么其中这三家生产商呢 两家都是上市企业 那分别是605 60379所的华友孤业 还有002340的格林美 那么其实最近这两家 它的一个 孤的一个价格 包括它整体的股价也是已经上来了 那么大家其实可以去进行一个 后续的一个中长线关注 我们认为未来呢 还是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增值空间的 好的 感谢薛小姐跟我们做出的详经分析 希望她的分析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薛小姐之前所涉及到的股份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